自从得知父亲患癌后 刘显华再也不敢开这种玩笑 这一幕出现在韩宗我独自生活中 当时刘显华带着父亲一起到加拿大的中国式餐厅吃饭 但在看到父亲把筷子伸向一些经过烧烤的肉类后 他立马向父亲发出了严肃的警告 令其不许吃肉 刘爸爸虽然身份是长辈 但在看到儿子的警告后 居然露出了小心翼翼的神色 以至于韩国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幕直呼不可思议 因为此时的刘显华太不像刘显华了 此前在韩国录综艺时 刘显华会亲密的用筷子把食物送到旁边的伙伴口中 并且还会故意整股同伴 表现得十分顽皮 但是自从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后 他就再也没有这样开心的效果了 因为就在几年前 他的父亲患上了癌症 当时家里用尽了所有方法 好不容易才把父亲的病治好 但经历过这件事的刘显华 卿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开始对家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插手 妹妹上节目时 他会特别注意到妹妹没有穿袜子 并对她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在发现妹妹交男朋友后 他会强烈的要求查看妹妹的手机 严格对妹妹的恋爱进行把关 而他的父亲同样没有逃过刘显华 但妈妈是唠叨 虽然父亲的癌症治好了 但他却不允许父亲再接触任何容易致癌的食物 而是让对方加强运动 多吃蔬菜 刘爸爸看似是怕儿子生气 其实是明白儿子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所以有些惭愧罢了 此时此刻面对家人的刘显华 完全退去了综艺里志气的模样 而是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的大男人 但为了工作 他却很少把这一面展示给大家看过